字幕 李宗盛 你看看你 空中肥了幾天 看 打回原形 T.T.努力全都白費了 很不好意思 肥仔又漂亮了 那你呢? 真的 我不是 什麼? 所以我今天叫我們 瑩瑩最美女的PT WOW! 喂,怎樣? 你們好像肥了 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事 那我們做什麼? 今天我準備水樽 水樽 WOW! WOW! 水樽做WOW! 準備好了嗎? 好,來吧 來吧 開始 GO! 第一個動作 我們先拿5Lit的大水樽 我們做一個Squad and Press 那怎樣做呢? 心樽大概90度的位置上來 再用肩膀的肌肉舉起水樽 現在看看Osman側身再做多一次 屁股向後坐 過了90度 上來的時候 肩膀用力舉起水樽 記得腰部不要向後彎 要成一直線 第二個動作 都是拿5Lit的水樽 我們會做三頭肌 和胸部 那你拿一張MAT 剛才躺在墊上 雙手托高水樽 然後慢慢把手臂緊貼身體向下 再推向上 這個時候應該會感覺到三頭肌 和部分的胸肌在用力 慢慢貼著身體向下 記住手臂不要向外傾 而是要貼著身體 好 第三個動作 都是要5Lit水樽 我們做一個BED OVERROW 這個會做我們的背肌 你拿椅子或者桌子 挺住人 這裡是一條直線的 記住你的腰不要彎 要直腳 拿起水樽 慢慢把它拉近身 你想一件事很簡單 把胸部拉到HIT的位置 就可以了 應該拉到上來的時候 會感覺到背部夾著 上一邊就轉到另一邊做 胸部 對 上夾到 回來 對 胸部直線 突然不行 做錯了 這裡 喂 不是啊 好噁心 這樣啊 即是呢 我們平時好像拉背 會曲的 這樣啊 再來 這個是第四個動作 拿兩個小一點的樽 那我們坐一個模型椅 加一個shoulder press 那同樣呢 都是做我們的大腿 屁股 和肩膀 那坐模型椅 首先去到90度 對了 用大腿和屁股的力 千萬不要用腰 腰呢 就貼著牆的 兩個瓶拿著90度角 然後慢慢推上去 好噢 啊 儘量挺著胸 慢上 慢上 慢下的 對了 就是這樣 最後的動作 就是龍夫行 都是拿回五點水準 或者大家 應該家裡有很多包米 拿包米 都是可以的 那這是做什麼呢 主要是訓練腹肌和肩膀和手臂 要怎樣做呢? 先拿著一邊 別彎下去 挺直 用整個腹肌的位置 慢慢走 走到一個距離 轉手走回頭 一直維持身 不要讓水的力拉下去 做完Workout之後 Osman還會教大家用水樽來拉筋 不說那麼多了 繼續看吧 我們平時現在家裡做得多 人就很容易拉起了 這個拉筋動作 可以幫你打開的人 那怎樣做呢? 拿一張椅子 拿水樽 把手臂放在大約肩膀闊的位置 把頭就塞進去 然後慢慢 把水樽的力 就會拉你兩邊、側邊、背部 你應該感覺到隔膊底、側邊兩個位置 會有拉扯的感覺 那你要嘗試把胸部推前多一點 形成一個護形 好,第二個伸筋動作 我們要打開胸部 都是坐得多 我們的胸部大腿會緊的 那怎樣做呢? 都是拿水樽 拿個尖 墊著膝蓋 一隻腳前90度 一隻腳後的 都是90度兩個 首先你把胸部推前線 腰不用咬,是直的 做了之後 把水樽拿高 拿高的時候 你應該會感覺到 整個前身這個位置 拉扯就更加深了 在這裡保住慢慢休息 盡量把胸部越來越推前 但是腰部就不用咬那麼多 第三個拉扯動作 拿回5L水樽 我們會拉回後面的肩膝蓋 首先拿水樽在前面 身要直的 第一個想著 就是 屁股向後 雙腳要直的 然後慢慢將近 試試彎到下面 你應該會感覺到 後面大腿和小腿那裡 拉扯 腳要保持直的 有多長得多長 第四個拉筋動作 主要是針對三頭肌 和小部分的背部肌肉 首先把水樽貼在背部 手肘貼著頭部 三頭肌和旁邊的位置 會有拉扯感 保持手肘貼緊耳朵 不要向外彎曲 如果想加一些壓力的話 可以用另一隻手 拉緊手肘 做一個拉扯的動作 最後一個拉筋動作 會針對背部 和側面腹肌的位置 剛才把手靠床伸直 另一隻手拿起水樽舉高 做一個類似半月亮的動作 把屁股位置向外推 外面的腳盡量踩實地面 把人盡量打開 而這個時候 側面的腹肌和背肌 都應該會有拉扯的感覺 掙扎 其實呢 怎樣 這套 知道了 裝累 好 其實這套動作 如果你們 好像他們這麼是Bounce 就可以做2-3分鐘 如果初學者 就30秒-1分鐘 都可以的 做完整個Round 你可以重複3-4次 拉筋動作 然後呢 就30秒 每邊OK的 就是這樣 我們拍得那麼辛苦 做得那麼辛苦 大家記得跟著一起做 回去做 Yeah MING PAO TORONTO